如果你們有機會來到旺角的話 那你一定得來這一間 你看翻開裡面滿滿的什麼酒菜 欸好蠢喔 太多了吧 聊天室 不要鬧了好棒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啊 有沒有看到我的背景 看起來有沒有 乍看之下很像台灣的菜市場 今天我們來到旺角市場 欸 為什麼呢 菜市場其實是 在香港有跟台灣什麼不一樣嗎 欸 還是有修修不同啊 好不好 其實我們今天要來呢 剛開始來香港的時候 我的香港朋友就帶我來吃的 一間豬血豬腸湯 非常的道地 然後那一家店裡面是專門在賣什麼 豆漿的 豆腐類的東西 賣豆製粉的 對 但是呢 我因為已經兩年沒回來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經過這段時間 還有沒有生存下來 然後呢 我之前就是有時候會去 自己裡面在那邊逛啊 買菜啊 因為他們都會說我是Landler 或什麼之類的 Landler 是漂亮女生 二話不多說 這一家店呢 基本上 觀光客一定找不到 很多香港人可能也不一定找不到 他們可能是羅架家 自己市場裡面有自己的回憶啦 但是這一間店 我跟你講 好吃 好吃 超好吃到不好 好 觀光客有書上 絕對沒有的 好 觀光書上找不到的 沒錯 只有阿菜知道 走吧 你看為什麼我們要來這個旺角呢 我明明人在銅鑼灣對不對 就為了找他之外 我想有一點那種以前的回憶啊 有沒有看到 非常Local的感覺 吃火鍋的時候 我都會來這家買完整 然後這一家 我也很常跟他買一種 那一家 這一家是賣海鮮的 我也會跟他買 好 就是這一家 他竟然還在耶 迫不及待 Let's go OK 他們家啊 豆腐乳啊 還有豆腐都是很有名 然後很多街坊 街坊 就是鄰居 他們都會自己帶自己的那個 container 盒子 然後下來裝豆腐 等一下大家可以吃吃看 它的味道是完全給台灣找不到 然後它就是很飽滿很多 然後韭菜 那個韭菜整個味道 哇 咬下去就是 香到不行的那一種 真的 我沒有騙你們 如果你們有機會來到旺角的話 老饕感覺觀眾 或是專門喜歡那種道地小吃的話 那你一定得來這一間 真的 從來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我都憑記憶 然後就是走 滿好奇他們後面那一桶一桶是什麼 那個是薑 那是薑 那個是醃的醬 對 那個不是雞雞 欸 你是雞雞 NO 不是雞雞 你什麼時候會開這種 尾小寶的玩笑 我很愛尾小寶啊 阿菜在介紹香港的食物的時候 我們才介紹今天第二天而已喔 它整個眼裡是有光的 然後滿滿的愛意 不是 因為 我跟你說 就是很多人來香港一定是看書 因為沒辦法嘛 那第一次來一定是旅遊那種景點 我都明白 但是我很想要就是 給大家看到一些 就是非常非常Local香港 然後 跟書上面不一樣 就只有Local才會知道的 這也是我空服員的朋友 介紹我來的 我也覺得他們很厲害 他們就是那種香港很會吃的老饕的感覺 油渣麵 油渣麵 欸 那達南可以吃耶 蘿莉納麵啊 喔 喔 它的麵好像是烏龍麵的那個 喔 粗的麵條 這裡面這個不知道什麼耶 吃不出來耶 油渣 油渣啊 油渣 是肉喔 炸過的肉 炸過的肉 可是我剛剛口感很不一樣 謝謝 乖 這個 這個 一定要加這個 煎餃 好 我還買個個菜 因為餃子我個人是喜歡雞尾 這是日本的雞尾 喔 雞尾 喔 你喜歡日本的 我個人是喜歡雞尾啦 所以這個比較偏東式的餃子 對 但是也是好吃的 你們等一下可以吃吃看 謝謝… 台灣啦 大家都不吃 它還沒在吃的啦 喔 這有改食 不然就是台灣的改方式啊 喔 很好吃 好吃 我跟你講 來 有沒有看到這一碗 這個…這個什麼 蒜酥 蒜酥 然後你看這個腸 好乾淨喔 這麼大一個耶 這麼大一個腸 通常你看到 我跟妳講 我為什麼要講阿中麵線的壞話 台灣有一些知名的大腸麵線 然後或者是賣大腸的地方 你看怎麼可能這麼大顆 都是這一個然後切很多小小的 然後把它翻開 然後把它翻開 你看翻開裡面滿滿的什麼韭菜 欸 好扯喔 太多了吧 韭菜 然後它的豬血在裡面 有沒有看到 它豬血也很大塊喔 它豬血在裡面耶 哇 怎麼樣怎麼樣覺得阿 我覺得它的腸子出一點太乾淨 是不是很值得耶 而且很Q彈 它腸子很長耶 嗯 它完全不是這種爛爛會散掉的 它自己快然後咬下去 就是整個味道在妳的嘴巴裡面 這個豬血很豬血 好吃 而且它的這個豬腸 它是咬下去之後 它裡面的油脂會包不黏舌頭 嗯 這個腸子比較油 然後它的韭菜吃下去 兩個中和在一起 就這個先吃這個餃 先吃這個餃 哇 韭菜太多了吧 是不是 韭菜太清甜 是不是 對不對 而且一般餃子 如果包高麗菜裡面 它其實會出水的很多 會讓餃子會軟軟 可是它煎過之後 它外皮是脆的 我覺得它的醬很經典 它是有一點辣椒醬 加豆瓣醬的味道 對 對 有一點 先吃這個 它的煎豆腐有一種 介於豆腐跟 油豆腐之間 它的豆腐上面有一層 這個是應該是油脂醬 有沒有 上面有一層 然後它是有種油脂醬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豆是很紮實的 很紮實的豆味 對 欸 那個剛剛我們是有蒜 蒜 蒜酥 蒜酥嗎 然後你吃到下面的時候 你的蒜酥會不會就是 就直接掉下去 然後融合在湯裡 味道就不一樣 哇 好好吃喔 我們有本來想說 會沒有開 就是要經歷這麼久 會不會這個疫情的關係 然後最美了 毅力不搖啊 讚 這吃完之後 不知道什麼時候 還吃得到它 這個它怎麼被連喝上去 我想要問阿 看 香港的豆漿 就像他們這家 這麼好喝嗎 沒有阿 它的豆漿是超好喝欸 又甜 然後又不會 就是喝下去 會有長味 它的甜 對 它沒有長味 然後它的甜並不是那種 糖甜 就是那種小甜加上豆甜 它也不會像那種 甜了然後 喝進去很膩的那種 就是太重 看起來有運過很多次 對 對 乾杯 高高喝 你在高 你在高啊 雪兒米呢 OKOK 花生糖粉 花生糖粉 好 要不要 你看 喔 我跟你講 它連裡面的豆腐都是 不一樣的口感 其實我不太吃豆腐耶 喔 裡面豆腐都是沒味道啊 它就是裡面的那個豆腐 都有在吃 它那個豆腐看起來有點像蒸蛋 對 蒸蛋的感覺 對不對 有點像布丁或蒸蛋的那種感覺 看它的質地有點難到感 可是也跟台灣那個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 不一樣 它的豆腐超級嫩 超級嫩 很嫩的那種 而且它是輕輕的咬下去會化開 然後加上它的那個紅糖的話 它是幫它 有點像那個化龍點睛的那種感覺 它不會讓它變得很乏味 它的嘴巴 它的嘴巴在嘶嘶嘶嘶嘶 沒有啊 我只是好奇你們在那個 欸我 說老實話 完全不一樣 真的完全不一樣 我不用咬啊 我就不用咬它就不見了耶 它的味道都很乾淨 今天吃到是我的豆產品都很乾淨 它有豆味 但它的豆味不會讓你覺得 它只有豆味 我覺得它其實 算一下阿塞說的豆花 是不太需要咬的 它這個五顆型 我剛剛看你撒 撒這個紅糖撒那麼多 其實不會 不會很甜 不會啊 我真的撒少的 就是這個豆花 我真的是撒少的 真的厲害 的確 這個是真的不能拌開來 它就上面有點像是 我們在台灣吃 豆花撒這個糖漿 它就在上面這樣挖一下 焦糖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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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 它其實裡面是有味道 因為我喜歡裡面有味道 它的豆裡面是有味道 就很像你在喝蜜豆奶的那種 很淡的蜜豆奶的那種 很像 不過COVID有沒有影響到啊 都沒有啊 你生意都很好啊 你生意都很好啊 哦 好 謝謝 拜拜 我是說 COVID也沒有影響到 生意一樣好好 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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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翔鈴一定要去香港的 翔鈴一定要吃它 OK 那這就是我在海底澳都吃過了 不一樣的味道 不一樣的味道 就跟你吃剛剛那家不一樣的味道一樣 對 剛剛那家的豆皮也不太一樣 還勒 不知道 姊姊認證的兩哉 是不是很喜歡來這個市場 蒙將有感受到嗎 我愛喔 蒙將來這邊是有愛的 你在TheFu試試看 等下他還要讓他想吃 不要說這個 OK啦 今天呢 吃到 絲絲念念的韭菜豬紅腸了 整間店我覺得評價我自己啊 如果你不在意 就是它是一個很老舊的店的話 因為我自己覺得去支持街坊 也是很棒的事情啊 我是不介意啊 我覺得好吃最重要啊 滿分五分的話 我給他六分 喔 多人那一分是什麼 就情懷嘛 就真的很想介紹給大家 我眼睛亮起來了 滿分五分 我真的是給滿分五分 五分 如果喜歡我們香港之旅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 大家掰掰 拜拜 豆腐發 鬼之豆腐發 三個人來吃豆腐發 非常厲害 我非常喜歡 我搭我們代版 你知道嗎 搭台灣手不提就這樣 怎麼那麼久 氣死 可是安全啊 這個很滑耶 這真的是人下去就滾下去了 對 秀就沒了 對啊 很快 對啊 你那個視角很好看耶 那是很有料喔 蛤 今天沒穿內衣喔 你哪天有穿的我就問 確實 這樣 就這樣 我的票 有料 八點五塊 所以我們要怎麼搭過去那邊呢 到中環轉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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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環 OK啦 我現在已經很熟了 唉唷 現在有人喔 小事啦 有這個地鐵地圖 確實啊 小事啦 要去哪裡我帶你去 有料喔 我去香港大學問有沒有人想要約會 我就直接帶他到處逛 OK 那等一下就麻煩你們去拍這一集囉 那等一下就麻煩學長跟他去拍囉 我很怕這一集拍不了結果 你說沒有內容 沒有內容啊 不會啊 然後我派會到警察局去 你要來保我們 我等一下學個幾句粵語 直接處理起來 那你先講個幾句粵語看看 沒有意思啊 你就說那你要不要跟我約會 我幫他東網 好 我不會